盤慧勳 慧勳你今天这场比赛 你现在是学姐的一个身份了嘛 对不对 那你上场时间并不多 不过我在整个过程这样子看下来 今天在整个林荣森教练是 让比较多的高一的球员 有上场磨练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那当然可能在第一局 好像高一的新生表现 不幸理想的情况这样 看到第二局第三局 教练就让你们这些高二的 有比较多上场的一个机会 那你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就是到第二局的时候 因为场上就只剩下几个高二高三的 然后就要去带领他们 因为他们其实有点紧张 跟不太敢去表现 是 然后就是我会比较多提醒他们 要做什么事 然后叫他们不要紧张 是 然后有时候因为他们有时候 可能被教练稍微念一下 他们可能就会紧张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说没关系 就是球是我们在打的 然后他们必须要去 在意太多教练讲的话 就是教练讲话还是要听 可是不要想那么多 就过了就好了 那你们在这个去年的这个 联赛当中最后是输给了英哥嘛 那今年有没有替这个新赛季 来定下什么样的目标了 应该有学姐毕业 那也有新生进来 就是想要拿回冠军 因为去年毕竟蛮可惜 是 今天表现很好的高一的陈平宇 好像也是你双十的学妹 对不对 那你对平宇今天表现有没有什么样 我觉得他就是整体的表现都还不错 就是他很敢打 不会 因为像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攻击也会 就是怕怕的 可是他不太会 就是他就是他蛮敢打 就是什么球处理 他的手法那些都还不错 好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林荣誓教练 胸不胸 就是好的时候很好 就是练球的时候会比较严肃一点 可是练完球 他们就是像我们的爸爸这样 就比较不会那么严肃 OK 好 非常谢谢这个慧虚 在今天赛后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为大家带来最后的讲评 等会儿